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条片一样长 两双对边互相平行 前两双对角分别一样大 涂上红色 是菱形 两双对边互相平行 且分别一样长 两双对角分别一样大 涂上绿色 这是平行四边形 太棒了 我们完成了 仔细观察这个图形 你可以找到几个正方形 几个平行四边形 几个长方形 几个梯形呢 答案为 左图是由二个正方形 二个平行四边形 二个长方形 二个梯形所组成 太厉害了 现在请观察四边形 沿着其中一条对角线 减开后 是否成为两个全等三角形 把四边形变成两个全等三角形 是什么意思呢 不要紧张 先根据观察的提示 先将正方形沿着其中一条对角线 减开吧 减成两个三角形了 如果两个图形大小相等 形状相同 而且可以完全叠合 这两个图形就是全等图形 这两个三角形可以完全叠合 也就是说 正方形可以减成两个全等的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的两个腰一样长 都只有一个直角 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也可以说 正方形是由两个全等的等腰直角三角形合成的 把其他的四边形都沿着一条对角线剪开 看看哪些四边形可以减成两个全等三角形吧 长方形也可以减成两个全等的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都只有一个直角 是直角三角形 两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可以合成一个长方形 平行四边形也可以减成两个全等的三角形 两个全等的三角形可以合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哇 菱形也可以减成两个全等的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的两个腰一样长 是等腰三角形 两个全等的等腰三角形可以合成一个菱形 咦 菱形剪下来的两个三角形不能完全叠合 所以 这两个三角形并不是全等三角形 四边形沿着一条对角线剪开后的三角形 是两个全等三角形的四边形有 正方形 长方形 平行四边形和菱形 说得太好了 下列哪些四边形沿着一条对角线剪开后 会有两个全等三角形 答案为一 二 四 四边形的性质 一 正方形有四个直角 四条边等长 两双对边分别互相平行 二 长方形有四个直角 两双对边分别等长且互相平行 三 平行四边形的两双对边分别互相平行且等长 两双对边分别互相平行 五 梯形只有一双对边互相平行 四边形沿对角线分割成两个三角形 一 正方形可以减成两个全等的等腰直角三角形 二 长方形可以减成两个全等的直角三角形 三 菱形可以减成两个全等的等腰三角形 四 平行四边形可以减成两个全等的三角形 五 梯形减成的两个三角形不会全等